专注电影解说,谈论不同电影剧情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静静同学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狗狗救人的感人电影,狗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,一只狗狗在马路上嚎叫,它跑到一个洞口钻了进去,来到了一家门前 厨师听到叫声打开了门,狗狗立马扑了上去,着急地对着主人转圈,并朝着一个地方喊 像是要告诉厨师什么,但是厨师并没能看懂,便想回去 狗狗急忙咬住厨师的裤脚向外拉扯,不小心裤脚被咬烂了,厨师生气地关上了门 于是狗狗跑到大街上冲着人们叫喊,由于沟通问题,狗狗也只能被赶跑 接着就来到了一条巷子,看见一对情侣,狗狗便叫着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狗狗继续叫着,似乎在告诉他们什么,但他们也只是面带微笑地摸着狗狗 没办法的狗狗突然咬住了女孩的围巾,好不容易引起了男孩的追赶 可男孩半路上却不追了,失落的狗狗站在下着雨的街道 看着自己的倒影有些失落,可是他没有放弃 他又尝试着叼走老爷爷的伞,小孩子的布娃娃在车窗边喊叫 这一行为导致了车辆发生了车祸,除了人们的责骂声并没有人能够懂他 晚上的时候因为狗狗叫声吵醒了一个人,这个人便恶狠狠地拿着东西砸他 这时一位捕狗人套住了狗狗的脖子,狗狗挣脱后被捕狗人打中 中弹的狗狗倒在了颈盖上,狗狗流下了眼泪 突然一阵婴儿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原来井盖下面有一位婴儿 旁边放着的都是狗狗叼来的东西 原来狗狗之前目睹了婴儿被妈妈抛弃,为了救婴儿跑了一整天 最后自己也牺牲了,原来自己的想法不能被理解时会有那么多的悲剧发生 有时候你不被理解时是不是也像狗狗一样被嫌弃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理解,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美好呢 你是怎么看的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